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这个回到同意园这边 最近六都市长有一个民调 那六都是我们台湾所谓政治 经济所有的核心的所在 我们来看六都民调 郑文赛满意度第一名79.3 侯友宜70.5第二名 黄伟泽60.4第三名 柯文泽47.5排名第四 卢薛任市长43.5排名第五 韩国务市长38.8 目前来看有点点厚 有点点 我们电脑你是不是学会干嘛 有点啦 不是啦 很多人说 不是啦 这个很奇怪 这个很奇怪 你要到什么程度才有一点 把可以拿掉 你不是说我压力很大 每天措置更重 面试更坏 我们要给它整 所以有一点点电 随时都可以补上来 追上来没有问题 怎么看 目前这个民调 似乎还是在下降波当中 对于要选总统来讲 当初给你最多所谓支持的高雄 却反而是支持度最低的地方 太反风 太反 太什么 反风了啦 有点说不过去 你的观察呢 其实真的啦 因为我们当时 其实我们现在高雄市 很多市民都讲说 我们当时支持韩国瑜 是希望他当高雄市的市长 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又想要高雄要改变嘛 因为事实上民党执政也负载3000多亿 大家都是希望高雄要改变 不只是国民党的 还有就是浅绿的 甚至中间选民 甚至年轻人 都希望高雄要有所改变 但是他因为当选市长以后 就接着要选总统 那然后很多的市政的建设 就是说他所开出来的支票 比如说爱情产业链啦 比如说要做很多的 希望高雄发大财啦 那其实目前我们高雄市 确实在他选后 其实我觉得不是他的因素 本来高雄市就很萧条 很多饭店都关门了 那个不是因为他当选之后关门的 你说一个饭店关门 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他就关门呢 当然是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高雄的经济就是不好嘛 所以当然你的建设 今天大家对于爱情产业链的 这个事情是最介意的 所以最近他不是也找了很多招商吗 让很多人来看到底这个 爱情摩天轮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 种种 可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立即看到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 其实事实上韩国瑜当初喊出 高雄发大财 他应该要自己要有一个进度 让高雄市民知道 让所有的人知道说 我要怎么样的让高雄发大财 在进度上 他的做法上其实是有齐承的 不是我今天说高雄发大财 大家都有期待嘛 希望很快就看到高雄发大财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对他就是一个感受 第一点他去选总统 高雄市政府确实很多的市政 现在都是由副市长总总 但他今天他很努力的 要想把市政做好 因为多少人都跟他讲说 你市政做好 你国政才能做好 对不对 但是这不是绝对嘛 当然不对 对我们沈医生讲得很 这不是绝对的 因为我们觉得市政做好 国政就一定做得好 也不见得 市政做得好 国政也不见得做得好 对不对 那你国政做得好 市政是不是就一定做得好 也未必 而且四个月不会有成绩 对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你要他看到成果 实在对他有点苛求 但是我们对他都是有期待的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要看到他的政绩 确实是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当然你在民调上 你几乎是大家很想要 就是比如说修了很多的 打通了很多的路桥 是修了很多的道路 甚至刚好又登革热 那登革热又不是高雄才有 很多地方都有发生 那可是登革热 他是他跑了五次三明区 他去巡视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很多东西是不见得 每一个都可以细数出来的 而且时间真的太短 你要求他市政要有很好的表现 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给他的时间 真的是不够 但是因为他的选择 他认为说卡罕卡得很凶 他或许去当总统以后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这是他对个人的期许 可是很多人对他的期许 包括高雄市的人 说实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人 都希望说 他好好的把高雄市长当好多好 他是可以做事的人 大家都这么说 因为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 好来 沈医师强口 我跟你讲 时间是不能给的 时间大家都一样多 而且是上帝的恩赐 所以你说时间给的不够多 是他自己要选总统的 还有大家说 你要礼拜到礼拜 拼市政 市政拼好 你总统就没问题的乱讲 你教了这些猪队友 我跟你讲 拼市政 四个月怎么会有成绩呢 还有拼市政再好 就是做市长 为什么市政做得好 就可以当总统呢 这些都是莫名其妙的论点 OK 好 进一段必须再回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高铁确定要拿你到屏东 谢谢大家 屏東人盼望高鐵延伸屏東 已經非常久了 蔡總統特別關心 整個台灣的建設 怎麼樣讓西部高鐵東部快鐵 讓整個台灣軌道運輸升級 整個台灣國力也來升級 今天我們到現場 要跟屏東鄉親報告好消息 也讓交通部把規劃案 讓各界知道 我們希望台灣大家一起 以台灣唯一一個競爭單位 和世界比 我們台灣一定會大大發展 站一起之地 高鐵要從左營南移到屏東 這案子討論了很久了 剛剛行政院院長早上也會南下 高雄的屏東去做現場的一些說明 蘇天昌10號宣布高鐵延伸到屏東 傾向大概要在幾個方案裡面 要選擇左營案 大概總投資金要達619億元 這個童議員您出身在高雄 認為高鐵在從左營延伸到屏東 您站在地方議員的角度 對這案子您的態度跟評價如何 其實要高鐵南延到屏東這個案子 已經講很久了 已經講了很久了 而且一直都是高雄人的期待 因為高雄跟屏東是很近的 距離是很近的 常常在交通上產生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很多人已經把屏東當成是高雄的後花園 美濃這些都當成是高雄的後花園 所以他們都希望在交通上 其實那時候縣市合併的時候 本來就有意要把屏東也併為縣市合併 就是高雄市高雄縣屏東 高高屏要併為一個大高雄市 後來就是這個案子沒有成功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對大家來講 是已經期待非常久了 只是覺得為什麼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才有這個案子出來呢 其實我們都希望覺得說 反正到了選舉 什麼利多的案子都出來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個案子對高雄人是有利的 對屏東也是很方便 在交通的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這個案子能夠趕快做 趕快做 讓大家都感受到 不管是新政府 不管是舊政府 就是要做事給人民 也是為了人民在做事 我想這是重點 是小芒怎麼看 這個書院長這個案子 評估了很久 最後幾乎已經要拍板定案 你的看法 其實這個 如同剛才童議員所說的 這個案子 一開始的源起是在2007年 那一路到現在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一個討論 我們現在看到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包括了說韓國瑜市長 包括了郭台銘董事長 或者是蔡英文 其實都有提到 屏東高鐵延伸的這部分 我覺得其實對於屏東人來講 那屏東很多的 他必須要做到高雄的左營 然後再回屏東 可是你們知道 從高鐵左營站一路到屏東 這個當中的車程 你就算走10號國道 你必須還要90分鐘 對不對 同議員 90分鐘對我們台北人來講 已經到達高雄了耶 所以從這個角度的話 我覺得說未來的國家的國力 如果要升級 這是其實在2017年的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當中 就有提到可行性評估 是這一條的 那是不是能夠未來讓 南台灣的這所有的鄉親 因為大家知道在鄉下的時候 很多的這些阿公阿嬤 他騎那個電動車 電動車常常我們會發生車禍 所以這些阿公阿嬤 因為他等不到公車 那他也沒有計程車 所以自己要騎那個電動車 如果沒有辦法騎電動車的話 那要該怎麼辦 他必須要接受送餐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在很多的偏鄉地區 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從全國 我們不管剛才講到的是 西部的高鐵或東部的快鐵 這是提升全國的國力 讓全國不管你住在哪一個地方 你的運輸的時間成本 不會差別太大 我們今天在台北很方便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做個捷運就有了 可是你如果今天 出了這些大都會城市的話 你出了台北 出了台中 出了高雄 你要去哪裡 其實都是很慢的 所以如果基於 我完全同意剛才同議員講的 這個絕對不能夠 是一個競選的口號 我們必須要盯著蔡政府 你看是不是 就選完了以後 這條就馬上又不見了 跟過去的金門大橋一樣 所以讓這個真正 全國各地的民眾 他在這個所有的運輸上面的公民權 是一致平等的 那未來我們要看到落實的是 西部快鐵跟東部的 西部的高鐵跟東部的快鐵 讓全國的民眾 不論你到達什麼地方 那個實踐一日生活圈 這是非常重要 要監督蔡政府 是 以前我們經濟學 Milton經濟學後面有一句話 把它翻成中文很有意思 他說資本主義缺點很多 但唯一的美德就是 住在白宮裡面的美國總統 跟在白宮外面 無家可貴的流浪漢 他們所喝的可口可樂的品質 應該是一致的 做一個台灣人 我們在行的這個公民權上面 應該做到全體一致的均質化 不管民進黨 不管國民黨或是未來 國安民董事長 來領導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都值得 我們在效率跟效果的前提之下 好好再讓大家充分享受到 這個可口可樂 一樣的均質的品質 小方這個上一次 有位日本學者松田先生 因為來拜訪韓市長 結果這個韓市長 因為他的一些行程的改變 反而耽誤了別人行程 結果韓市長出來說 沒有這次是我在等日本人 這個話在網路上 特別是年輕人 真的是罵翻了 打臉韓國瑜慘招萬人灌爆 松田康伯凌晨聲明祝福台灣 這位松田先生 我以前見過他一次 他的臉書被他灌爆 我看最經典是罵他什麼 你們南京大廚X 你兩下剛好而已 我覺得 我有點哭笑不得 小方作為回應 不好意思 韓粉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完全就失去理性了 但是這個松田康伯 他在寫回應的時候 因為他本人18歲的時候 他就對中華文化是非常有興趣 然後特別是對於台灣 中國他本人也曾經在台灣 留學過 過去也在中國也在香港 其實他都做過研究 所以他本人的中文是非常好 你在他的臉書上面你看到什麼 第一個是我本人 我用本人 我表達說我知道 這個高雄市政府的一個解釋 然後第二個他是用 我是這個團隊的 我們團隊也知道你高雄市政府的解釋 這個隱含的意思是什麼 他們對於高雄市政府 所有的這個安排 他們其實是還是不諒解的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說 為什麼一個市長 那他竟然可以這麼輕忽 這麼輕率 然後可以當開玩笑的一個方式 今天我可是這個等了日本人25分鐘 他是用開玩笑的一個方式 然後是在面對國內的記者 他完全沒有想到這群日本記者 其實是中文通的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韓國瑜市長應該要趕緊的 來面對鏡頭也好 或者是對他的韓粉在說話也好 因為今天你要選的是 中華民國的一個總統 你應該知道作為一個總統的格局 不應該是你的 哎呀好棒啊 我今天讓日本人等了我25分鐘 這樣的態度其實非常失禮的 跟你那個什麼TNND 或者是什麼您父親的 這些其實都是不恰當的 OK好非常謝謝今天四位精彩的語談 韓市長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我用這張手板專訪的時候做結語 他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要多出去走走 年長以後要多回頭看看 鼓勵高雄市民對這場市長選舉 做一個全新的判斷 這句話我再一次給高雄市民 你們年輕人多出去走走 看看你們的城市跟別的城市 落後差別在什麼地方 年長的人你們投給韓國瑜市長之後 回頭看看這個選擇是否是正確的 我順便贏天空市我家 明天同時間文章再見謝謝 太殘忍了 謝謝 太殘忍了 謝謝 謝謝 她覺得不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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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